当我们遇到上升机会的时候,都希望抓住机会获得成功,但是升卦却主张,在某些时间,某些阶段,要把自己的劳动成果转赠给别人,才能获得真正的升迁。 真是为什么呢? 那么升卦中究竟预含了哪些神妙玄机,而升卦又给处在不同位置上的人们指出哪些不同的上升之道呢? 台湾师范大学曾世强教授将延领我们一起感悟,以经的智慧,敬请关注事实上升。 一个人有升的机会,当然不能放弃,因为时一变,很可能想要升也升不了,那不是很遗憾吗? 可是升的时候,我们一定要注意,你在什么处境,你在什么阶段,你在什么职位,你应该把握哪些要点? 这个叫做什么,叫做升道,升卦,它的六个窑,全部都要有升的意思,否则就不叫升卦了嘛。 我们先从初六窑看起,允身大吉,允是什么意思?允是诚信,他怎么会诚信呢?你看看,他以初六来乘九二。 这告诉我们,一个人在基层的时候,你一定要跟你顶头上书处得好。你看初六是基层的员工,九二就是他的顶头上师,叫做基层主管。 九二他要强功劳,你不要不高兴。为什么?这非常简单道理。你跟你的顶头上师是什么关系? 有好几种变化。一种是你把功劳都表现给上面看,你把能力尽量的让上面赏识,最后呢,你把你的顶头上师取而代之,可以啊。 有很多人就是这样,我一直表现比你好,老板对我信任,哪一天,老板把你换掉,我上来了。 这种做法,一生只能做一次,没有第二次。因为以后谁看到你都怕嘛,谁要敢用你呢? 我搞得没有前头了。所以很多人说,我能力要表现,我有功劳啊,是我的就是我的。 谁要不要想讲讲头。这就是看不起上面的人。因为上面都很糊涂。上面人不糊涂的,谁在强功劳,谁真正有贡献,如果他都看不清楚,你也不要追随这样的老板了啦。 这样就很清楚了嘛。第二种,我表现,我很能干,我功劳不给别人,最后把我胜上来。 跟我的顶头上去,平起平坐,好不好?当然不好,因为毕竟他是你的老上司,别人看起来,你跟他平起平坐,你最起码要让他三分,你最起码要尊重他。 那这样平起平坐也是假的嘛。所以这一招也不好,但是很多人是习惯这样的。你看,我先不输给你的吧? 那有什么用? 其实真正会升迁的人,你就看这个升卦就知道了。 我把所有功劳都做给顶头上司。 我没有一点功, 我有人也不让上面看到。 然后呢,你的顶头上司就升光了。 我请问你,如果你是九二,你升了官以后,你第一个要求是什么? 就是把初六也提报上来。 因为他是靠你才升官的。 他知道我升了官以后下面是空的。 因为我根本没有那么能干嘛。 都是你的表现,把功劳让给我,我才升官呢。 所以我二话不说,跟老板讲。 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,我把它提升上来。 因为我们两个合作很好,那你就上去了。 所以隐身大吉的意思就是说, 你要把你的顶头上司捧上去, 他升得越快,对你越好。 才会大吉。 所以小象讲,隐身大吉,上合至也。 上就是指九二。 你要跟九二自同道合。 你要尽力去帮助他。 初六就是树木的根。 你要把你这个树根吸水上供, 谁都没有看到的,谁看到。 你看那些树根,埋在地底下。 默默无闻,尽量白天晚上都在吸水。 他没有表现,他只是把那水份供给上面, 一上面才能发展。 那你就是最了不起的初六。 虽然有基层员工初六窑的权力支持, 但是作为基层干部的九二窑, 如果要想成功谨慎, 还必须具备另外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。 那么这个重要因素是什么呢? 你看九二它是不单位的。 单位你就不用那么努力去生了嘛。 就是你不满意,你还想改善,你还求上进。 所以那个水它是往下流,但是人是往上走的。 那往上走,那你怎么能当位呢? 可是九二有个好处。 它虽然不当位,可是它跟上面六五相应。 一阴一阳嘛。 各位要知道,一个六五, 他能够放开心胸, 他能够充分信任九二, 全力支持他。 这是非常难得的。 但是九二稍微有点不诚心。 第一个怀疑堂的人是谁? 六五。 六五一想, 我给你这么宽容的东西。 女孩这个样子。 第二个是谁? 初六。 初六一想,我全力支持你。 结果你搞你自己的东西。 你完全没有按照公司的这种理念去走。 那我跟你讲的不糟糕吗? 所以九二最最需要的就是诚信。 你一诚信, 六五持续的, 而且加强的信任你, 初六更加协助, 那你就很稳固了, 非常稳固。 所以小象说, 九二之佛,佛就是诚信。 有喜耶。 九二它为什么要诚信? 其实很简单。 就是要得到六五的赏识跟信任而已。 大家想想看二五的关系是什么? 一个是君, 一个是臣。 二是大臣, 四是进臣。 那个四呢, 随着位置高, 它是进臣。 不一定超过九二。 你想看六五要做事情, 它是叫四去做呢? 还是叫二去做? 你如果从现在的体制来看, 上挂是中央, 下挂才是地方。 中央最需要的是什么? 是你的诚信。 因此, 你如果你的诚信, 会让六五真正的觉得可靠, 那当然是大为可喜嘛。 这样大家才知道, 为什么像附近, 广东这种, 离开北京很遥远的地方, 有很多满族的人住哪里? 我们会觉得很奇怪。 怎么会这样呢? 其实你一想就知道。 当初满京统治全国的时候, 他最担心的是什么? 就是边缘的地区。 那里面汉人有什么洪水草洞, 我都不清楚嘛。 所以他一定把他最亲信的, 他的皇族, 那分一部分到那边去。 就是这个意思。 你一定要记住, 要让六五对你不怀疑, 他全力支持你。 疑似乎初六, 就会更加放心的, 全力支持你。 那你整个的深道, 就会很坚强, 很实在, 很长远。 有了上层领导的大力支持, 和基层员工的全力配合, 基层领导九二窑的进城之路, 可谓是一帆风顺, 前途光明。 但是这个时候, 深挂的九三窑却突然提醒我们, 要提高警惕, 甚至要开始怀疑。 那么当我们春风得意, 快速上升的时候, 究竟需要怀疑什么, 警惕什么呢? 九三不太一样。 他的谣词告诉你, 身虚异就没有了, 就不说了。 你看初六有大鸡, 九二无咎, 九三呢? 他不讲鸡也不讲凶。 《易经》他是每件事情, 他都跟你说得清清楚, 他不会忘记的啦。 他说哎呀对不起, 对不起, 这个本来是鸡的, 我忘记了, 不可能。 他不写鸡不写胸, 就是告诉你, 他的结果是不一定的。 你看九三, 他是阳俱阳卫, 很刚健, 很有实力, 而且他上面三个阳都是虚的, 他一升上去是没有抵挡的, 如露无人之境, 但是, 《易经》提醒你, 获福未可知也。 那升得太快了, 可能方向偏了, 升得太快了, 可能得益忘形了, 升得快了, 可能被人掌握了, 被人利用了, 那最后自负前程, 都有可能。 所以他是告诉你, 身虚欲, 下面都不讲了。 所以你不要以为说, 他只有三个字, 三个字呢, 意义才是多的。 小象说, 身虚无所谊也。 无所谊就是你呀, 一下忘记了自己是谁, 你什么毛病都呈现出来的。 你要有所谊呀, 有所谊就是说, 怎么会这么顺呢? 那你就反而会得到吉祥。 你觉得这本能就一个这样, 这果是能力所能及的, 这是大好的机会呀, 然后你没有欲力, 快步向墙。 真的如露无人之地, 无人之地呀, 它也有两种状况。 从现在要记住, 任何事情, 它都可能有两种状况。 一种是敌人躲起来的, 那你没有看到。 就跟你深入以后, 然后整个你包围起来。 这个在打仗的时候经常用的嘛。 我故意说这里, 我一个病都没有。 你一进去, 你才知道统统站起来的, 早就埋伏了。 你想跑一跑不掉啊。 所以当一个人觉得太顺的时候, 你就开始要移了, 怎么怎么顺? 是不是里面有什么, 我没有看到的地方? 就对了。 第二种呢, 就更惨。 是人家根本不拿你当一回事。 你要进来就进来嘛。 你要什么就给你什么嘛。 那你想想看, 你还有什么价值? 当一个人, 做到没有人把你当敌人的时候, 你不要高兴。 你就是一无所有的, 真的一无所有的。 很多人没有注意到这点。 怎么同行也不嫉妒我一下? 怎么也没有人批评我一下? 也没有什么样。 这个时候你更要提高警惕了。 升卦的下卦三摇提醒我们, 当我们还是基层员工, 或是基层小领导的时候, 要时刻提高警惕, 不能升得太快, 否则会自会前程, 前功尽弃。 但是当我们进入到升卦的上卦, 成为公司上层领导时, 情况就发生了变化。 那么升卦的上卦三摇都主张哪些上升之道呢? 而高层领导们面对建升时, 又该怎么做呢? 六四王用祥与祈山, 鸡无咎,不当鸡而去无咎, 这个厉害的。 王指谁?指周文王。 你看周西伯, 他当时就在祈山的地方, 他居然啊, 他可以去祭祥, 那时候是谁在当家? 是商纣王。 那你凭什么去祭呢? 难道人家不会打小报告吗? 难道人家不会栽赃, 说你有旁边之心吗? 可见周西伯, 他是一种冒险。 但这一种冒险呢, 他是很有保护的冒险。 他已经做到了几件事情。 第一个, 尽量的想办法, 要顺着周王, 希望他改善, 来照顾天底下的百姓。 可是周王没有做到。 第二个, 他底下的人, 包括所有其他的诸侯, 都拥戴他。 说你再不做, 那谁来做呢? 他完全是义不容辞。 那如果在这种情况下, 你还不做的话, 那你这个身, 不是等于放弃了吗? 我们已经讲过, 在身挂是没有人可以放弃的。 在一片大好的时候, 你不伸是不行的。 但是你要很有实力, 你要看准的时机, 你要使用震荡的方式, 然后你就伸给他看吗? 你就伸给这王看吗? 这是非常难得的。 所以小象说, 王用响以齐山, 顺势也。 也就是我们常讲的, 顺其自然而不听其自然。 六五, 征集, 升阶。 六五最怕是什么? 最怕是他信心不足。 他第一个法语是谁? 第一个法语就是九二。 你是不是势力强大了? 你想把那个矛头掉过来, 对我了。 你看, 六五对六四, 就是上座王对周文王非常不放心。 那不放心的原因是什么? 因为九二不可靠。 你们这些九二都跑去捧六四嘛。 你九二应该归心于我六五, 你们跑到六四那边去的。 所以, 当你表现得很好, 你的同事通通到你这来。 我讲最白的话就是说, 过年的时候, 同事都不到老板家里去拜年。 都到这个部门经理家里去拜年。 这个部门经理怎么当? 我问你怎么当? 六四就这样。 所以周希伯他要革命, 他要带动整个的, 把这个周王推翻掉。 他也是一股势力, 情势所逼, 再加上他必须让人不让, 他是冒最大的险。 但是积无咎。 可是六五呢? 六五他假定能够做到征集。 征集就说, 好了, 你们既然需要这样, 那我就改过来了。 那我就对九二始终维持高度的信任。 那这样一来的话, 所有的贤年都会跟到我这来, 就不会跑到六四那边去。 但是现在张周王根本没有做到。 所以, 顺势也。 周文王只能顺应自然。 你该做的, 你不能推烂。 再困难, 再痛苦, 你都要做。 因此, 你就会跑到六五来, 征集, 升阶。 他就升阶了。 他革命就成功了。 征集就是知人善任, 用人不移。 所以小象说, 因为你知人善任, 而且用人不移。 所以大得自也。 你的帝王的志业, 就可以顺利完成。 你的大志能够完成, 是因为你在六四的阶段, 你持尽骨头, 你该做的一定不推迟。 然后你才有办法, 有一天, 你会顺理成章的, 变成六五。 那你要记住, 要征集, 你才会升阶。 升阶就是变成, 升进的阶梯, 而不是障碍。 就是我们常讲的, 它是你的垫脚石, 而不是你的绊脚石。 每当来到最后一摇的时候, 疫情里的很多卦象, 都会提醒我们, 物极必反, 匹极太赖, 一定要适可而止。 但是升卦却并非如此, 那么升卦的最后一摇, 有哪些主张, 又会产生怎样的结果呢? 升卦是要升到底的啦, 你要升到最后不升了, 那你还不如, 当初就算了, 那不白干了, 那白辛苦了。 所以, 他提醒你, 民生立以不息之争。 先看这个不息, 什么叫不息? 就是不停止, 不停息, 持续要往上升。 那这样不是人, 不知道是可而止吗? 不是贪得无厌吗? 那最后不是害死自己吗? 没有。 因为整个上面它是坤卦, 它都是虚异的。 那你人在虚异当中, 你应该明白, 你所要做的, 其实都是在品德方面, 而不是在行动。 因此, 你得性不停的修养, 才是民生。 民生就是说我已经到极限了, 我有行的工业, 我是可而止。 但是我只需努力的, 就是我无行的得业, 我要持续的赏心。 我想这个卦, 对现在很多, 他赚到了大钱, 失业已经很有成就的人, 其实是最好的一遥。 你跟现在很多人, 他赚了很多钱, 他失业很成功, 他有很得理的干部, 然后他就怎么样? 就打高呼球啊, 然后出国是旅游啊, 天天看有什么名牌啊, 最后把小孩宠坏啊, 那生了以后就困了。 那干嘛呢? 所以你有钱, 你不操心, 你有人替你代劳, 你就应该看民生, 利益不息之争。 就是你有那个不可停性的部分, 你要去努力啊, 你多读经典, 多修养, 多照顾, 你的周遭的人, 对社会多奉献一些爱心, 那你还会停息吧? 不可能停息的。 而且你只有这样做, 你的事业才会持续的可发展性。 所以小象讲得很清楚。 民生在上, 消不复也。 消就是下降, 复就是大业。 消不复也。 我民生慢慢的起来, 我呢, 用我的德来使它持续的发展, 就不会使我的大业突然间会下降。 但是奋斗的目标越大, 你所遭遇的困难一定越多。 所以赶快要看什么? 看困挂。 困的时候就是要脱困。 这个脱困一定要先处困。 处困之道是我们读完生挂以后, 我们必须要紧接着要加以研究的。 谢谢。